字幕提供 逢星期三想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陳友聊天 他最近仍然看著溫拿的巡迴 他另一個身份是電影導演、編劇及演員 這個訪問他會講講在電影圈遇到的可愛東西 他亦是信仰見證人 因為他經歷過靠著祈禱 陪幻想末期癌症的太太醫好病的奇蹟 他70年代認識太太Pauline 80年代生了個兒子 才由他們認識的經過講起 那時是甚麼? 是鑾車的成員 那時我是駕駛Aphelonville 喜歡改車,改得很快 那個車房 潘兵力先生那時是駕駛的 我們是偶像 他很快的 有個美女是駕駛Aphelonville 經常下班見到她 有一次我就 這麼快就在車尾 他就在車尾 他就在車尾 踩幅了兩個人 然後踩幅了 踩幅了 踩到石澳林邊 急彎 他急著進去 掉了頭 對著我 我對著他 我看著他笑 他很恨我 開車走了 原來他就在我附近 就開始慢慢慢慢認識 結婚是哪一年? 合合理理的 應該是溫拿之後 即7、8、7、9 我兒子是80年出生的 我是一個娛樂圈的狼子 因為 70年代是 即是很風光的 溫拿 我是其中一份子 但是我不是前面那兩個人 我其實心裡覺得 嗯 我一定要靠自己努力 對著電影的時候 我是很努力的 其實我很努力做 通宵達達 不回家 天天在公司讀劇本 不行就做就行 就是一直這樣 還有人的思維 就 去做一些你想要 但是不是你需要的東西 但是我需要的那些 其實我做得很少 需要是什麼? 需要你 是不是看著兒子成長 你擺多點時間在那裡? 我沒有 80年代 我就一直去拍電影 那我太太 其實八幾年就已經移民 即是一早 我們結婚前 她已經申請了 批了之後她就去 我說 你去吧 我在香港努力 那她就去了那裡 一個人帶著兒子 那都很可憐的 其實 兒子那時候兩歲去美國 那太太 又在那邊過了很多 就是太空人的日子 那我其實都有些遺憾的 一路去到 就是一路一路 就是這段日子 都不是90年代 是我80年代已經浪子 90年代 就是電影低潮 那我又繼續去找我的事業 就是我是很自我中心的那時候 就是我覺得男人賺食大了 那我又覺得要跑上大陸 要北上 那我太太在美國回來沒多久 我又北上 我又北上 那時候我就在廣州為主的 就在大陸做一些廣告影視公司 那做二五仔 禮拜二上 禮拜五上 禮拜五上 是 那整整一下去到北京 去到北京 一年都不能回來幾次 那老婆有沒有原理 那根本已經當了我不存在的了 好像很陌生 很陌生 很疏離 很疏離 不是很熟 有一年我太太 就是我已經很多 沒什麼聊天的 我經常在北京 她經常在香港 那她 由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去到兩千年 三十幾年 你整天都不在她身邊 個個都煩 都厭 開頭就很愛你 愛一下就不愛她 整天就憎你了 覺得 是不是 那我一是就離婚 一不是就不離婚 不離婚就 我找我的 那我太太就 找了她的宗教 那她在宗教 那她就 就是 她告訴我 你不可以勉強人 喜歡不喜歡你的 也都不可以勉強人怎麼對你的 總之你不對我好 有這個對我好 就是她經常去教堂 那 直至我太太又大病 我才能理解到原來人生不是這樣的 我在北京 那 就是 有一天她打給我 她說 怎樣啊 陳友 我說 怎樣啊 我沒有叫她陳太 她叫她陳太 我叫她陳太好像不太好意思 怎樣啊 老婆 她說我腳很痛啊 我走路都來踮踮踮踮 我說 是呀 你經常踮我啊 你踮得多就踮踮腳而已 做笑而已 她說不是真的痛 那她就ес我去美國 她說你來看看我吧 那她說你來看看我吧 那在機場看到她 一望她坐在那裡 看到一個老太婆戴著一頂冷帽 一個黑框眼鏡 握著一支拐掌 我説 沒事吧 她的腳很痛 忽然間那個人呢 以前她是握阿花路苗的 不是握拐掌 不是戴冷帽 戴Christine的那個黑框眼鏡 弄一條頸巾糊糊的 美女來 轉眼間 原來幾十年了 忽然間有一種罪惡感 從那一剎那開始 就覺得不行 我真的要有些不妥 其實自己生的事難做 又辛苦 那時候呢 見到她那樣 忽然間自己 就覺得有一種協議 就是整天都覺得做生意 賺食大了 其實不是 那開始就過一些很簡單的生活 那在美國就沒事了 我回香港看醫生 回到香港 坐飛機就累了 那我就 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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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日回 我明天去看醫生 下飛機就去做個按摩推拿 那一按就斷了那些骨 一按 睡在床上 咬咬 沒有咬咬 我聽不到 我只能聽到一句 啊 很痛很痛 那結果要抬走 第二天就去找個骨科醫生 完全哭不到 那一照就照到她 就是全身的骨都是藍細胞 那然後做完那個MRI之後 又發覺那個肝很厲害 一個大的扭在那裡 那那個腫瘤科醫生 來看之後就說末期了 那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那那個人就很害怕的其實 就是很難過很遺憾 那時候我經常跑仰和 那跑出跑入 那一路看看有什麼方案可以醫治她 但是沒有了 那後來就有個世侄 叫我去祈禱 祈禱之後有神跡 我經常都去講見證的 就是我說神啊 你真是 我不識奇 我說你讓我太太沒有那麼痛 你真是讓她長一點時間 一好得回來 我真是說了你的大能 那結果第二天呢 就是好像這麼巧 那醫生就跟我說 他說陳先生 我們昨天和你太太驗骨髓 發覺她呢 不是肝癌 走到全身的骨都是 她是骨癌 在骨髓裡面的細胞變異 分解了那些鈣質 那些血那裡 所以那些骨就好像吃到通了 以前都沒有得醫的 現在近期呢 就有方法 就幫她提煉骨髓的幹細胞 然後把全身的骨髓 和整個做血機制 殺了 洗了 放回那些幹細胞 就是移植自體骨髓 然後重新生那個做血機制出來 那我就真的覺得好像不是這麼巧 就是晚上講完 就是奇緣討 今早就變成這樣 那結果就好像神跡那樣 一路是沒有得救 變成有了方案 循步漸進的 一路幫她打一些 那些標靶藥 淨化了之後呢 就幫她提煉好像洗臣那樣 提煉了骨髓的幹細胞出來 然後最後就在一個全隔離的病房 殺到什麼血球都沒有了 白血球 紅血球 血小白都沒有了 然後放那些新的進去 然後放進去那天呢 那醫生就跟我說 你太太今天重新 就是今天出生了 她今天出生了 那今天原來就是我生的那天 變成我深信不疑 變成我之前講過的那些 我現在所有教會 找我去講見證 我都告訴她 我說回這個故事給她聽 我就是這樣 我答應了神 我說我不敢不講 我一直不斷地去講 是啊 大小小說了很多場 在香港啊 美加啊 馬來西亞 內地都有講過 到處都講 我太太到現在 她做的時候是十年零六個月了 已經十年零六個月 不是 十年零四個月 到現在她已經當是沒事了 還有現在 就是根本是換了整個做血機制 就不用去醫療機構做美容 她現在 她年紀一樣大過我 但是她就是青春美麗了 哈哈哈哈 真的感謝神 我太太這個病呢 是令到我這一家人 更加團結的 就是我兒子看到 就是啊 媽媽這樣 啊 爸爸其實 都不是很壞啊 都很放手 就是都這麼擔心 就是這樣 變成我們現在 反而一家人的關係 就是密切很多 嗯 密切很多 陳友和溫拿其他隊員 在天后近著淮苑一帶 從小玩到大 在一起夾band 她對中的鼓手 但七十年代尾 溫拿分開 她自己找新路向 由地產轉到去量子拍戲 做導演 拍出表錯七一情 一屋兩妻 一妻兩夫 等等的代表作 對班那時紅 我們七三年 一路去到七八年 那五年呢 一路走上來很高峰 到那時候 很多人去找阿B和阿倫 去做單飛 就是找她做電影 找她出唱片 但是打兄弟 尤其是打出來的 是不是 他們又不是很覺得應該這樣 但是我們做兄弟 又覺得 你不要阻礙人 是不是 反而我們就說 不如 大家做一下別的先 這樣 我很有趣 我沒有做瘟子 之後呢 其實賺錢最多 我真的做了房地產 其實是 跟一個叔叔 那時候就去 他專門做那些 丁屋 新界的那些丁屋 丁屋你要找個丁權的 那我就 那些人認得我 那就是 如果那個經紀 給5萬元買個丁權 那我走上去 又是給5萬元 他可能先賣給我 所以我有少許的 那些好處 那經常到處 到處找個call機 到處去找那些村長 聊聊 最近 這裡有沒有那個丁 有沒有什麼地 這樣找到地 找到那些丁 那我們就可以 跟他們合作一起去丁屋 就是不懂得賺錢的 就是不知道錢是怎樣 就是來得太容易了 那我覺得好玩最重要 嗯 那弄一弄一弄就 就開酒吧 這樣 夾粉那樣 開一間酒吧就 撞到TVB 一些監製導演啊 那經常上來喝酒 扔飛錶 那無端端走來做《歡樂今宵》 其實這樣來開始 轉了進去 其實我很短 我一年都不夠 差不多在《歡樂今宵》 嗯 那我在那裡就 主要是抬前的 但是我經常都覺得 喂 那些筷子這麼糟糕的 哈哈哈哈 我說喂 不是 不是這麼好啊 這條筷子 怎麼好啊 因為那時候我有些經驗 在《WONDER》的時候 我經常去讀筷子的 是 狂想曲的時候 不是 在做演唱會的時候 排個《Run Down》 即是哪一首歌先哪一首歌後 一起商量 歌與歌中間講些什麼 我經常都 很多建議 然後 做演唱會的時候 就即時有一個feedback 你都看到 什麼是可以 什麼是不行 其實我認識觀眾是 通過一些很直接的 你說這句對白 你這樣講 有效果 你調出來講 就沒有效果 變成這些經驗 我就跟TV的導演 我說這樣好一點 他說好啊 你作主吧 我又做了一整個 我覺得幾有意思 不過電視 始終都是 有個限制 因為他沒有什麼時間給你 很急的 含含聲 那我就開始多想 就是構思 拍戲 拍戲更大的空間 可以發揮 其實是的 阿B有一天 他來找我 他說 我想回香港拍電影 有男主角 有女主角 那時候 你有故事 今天賣的 可以去賣片花 沒有故事 我說 你想回香港拍 你不如就這樣 就說 有個香港人 跌了一隻船 去台灣 醒了 然後一個故事 看看中間有什麼經歷 就這樣說 都好 那故事是說什麼 不知道 先談談 就是說 一個由香港到台灣 兩個地方的一個 交流的一個故事 我買了影片箱 就賣到 因為陱線這牌 darf一 因此 那已經有了第一部 劇本 那時候 認識張堅廷 那時候是做編劇 幫忙度劇本 就先 Maurice racadio 叫《比归親吻明》 我們我們搞的第一部電影 派完馬國海之後 邵氏就問是方小姐還是哪位 總之應該是 叫我們進去談談 覺得軍師和阿廷一起合作 阿廷從編劇到後來沒有導演 不知道是誰做導演 阿廷不如你做吧 他說我做? 我說你做吧 買本書看看 買本書看 這個攝影師 視線 你看我 攝影師放在這裏 我們就不可以看那邊 看我 我都要看那邊 你放過來那邊 你就看那邊 你不要看那邊 即是不可以過界 那怎麼辦 就是這樣的 那就做導演 是嗎 很原始 是啊 那麼原始就拍了一部戲出來 表錯七日程 表錯七日程 是 那部戲真的開了一個大jackpot 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的 沒有想過 即是前面那一段是真的 後面那一段是假的 就是講阿B做一個護衛員 是一個很想努力工作 可以去娶老婆 但是事以緣為 她的未婚妻來告訴她 我會結婚 不過不是你 走了 拜拜 還有一個很失落的護衛員 同一個 老公不知去了哪裏 被人封了一間房子的女人 那我說 喂 會不會有警棍呢 那幾天兩個那麼失落的人 寫了這個劇本出來 結果不 即是我們都不知道的 因為便宜 一間房子兩個人做 百宗哪一間房子已經拍完了 整部戲 收了一千七百多萬 那時候二友的時候 我們二友在少爺 不知道拍了五六部戲 拍了五六部 第一部就在邵氏裏面拍 表錯七日程 之後就出了尖沙仔 租了一個小小的寫字 就和採員導演兩份 一人一半 我們有個創作房子不夠一百尺 我其實和阿廷在那裏 每天差不多都有十 沒有十個小時 起碼十個八個小時是最少的 每天都在那裏 一個星期七天的 就在那裏讀巧 那時候讀巧呢 就覺得我們不是 不是袁和平 袁家斑 洪家斑 就是有很多動作不懂 我們是懂得 講人物和人物 然後在一個不同的處境裏面 產生的戲劇 矛盾 怎樣通過他的性格 產生一些喜劇 然後也都產生一些情懷 那時候我們就經常研究這些 然後在那裏讀巧 其實就是出賣自己 賣完賣朋友 賣兄弟 賣親戚 然後就拿人的巧 或者在街上看到一件事 又改來改去 在家和的時候 我們都是拍很多處境戲劇的 好像最早期我和阿廷 我第一部做導演叫做《三十柱南》 《三十柱南》就是一條水喉 三十年未開過 這個估計就是 那時候和阿廷這句說話 量一條三十柱南 就是一條水喉 三十年未開過 其實在家和的時候 我們最賣的其實 都有幾部的 我拍的那些 一兩七都賣 很賣的 其實我最喜歡的一部電影 叫做《不脫物的人》 那部電影呢 張曼玉 就很漂亮那時候 嘩 怎麼說呢 亭亭欲立 不止不止 還有那個人很努力去做 很努力 很漂亮 和努力 他人又有氣質 加上呢 我有個 很正 正得不得行的 攝影師 叫Peter Bow 結果 Mackey 就拿了那年的 最佳女主角 我也有提名 不過拿不到 《南部業國》 不是 我提名最佳導演 當然拿不到 攝影師 當然要拿獎 美術也拿獎 很多人都拿獎 那部電影我都很開心 如果說 男演員和梅韻芳合作 我都算 應該是 不是最多都是非常多的 我和她拍到 至少六七部電影 什麼懷女孩 很多 那 其實 阿梅 是一個 絕對義氣的 子女 來的 但是呢 你找她做演員 她是三點不露 沒有下午三點 都不起來 哈哈 那她 她是 很talent 和很感性的一個人 那她做戲 的時候 她是 全部交給你的 她完全很投入 你做個爛壇 婦人 惡死 臨心 她一來就 啊 可以不可以 導演 夠不夠 再多些都可以的 她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 你收斂一點 那其實她有 有很多內心 在裡面 她是 絕對 絕對的一個 藝人 我現在在寫的一個劇本 不是一個電影劇本 是一個歌舞劇的劇本 那我現在是 會將我這個見證 改成一個 倒序式的一個chapter 一個chapter 的一個女人的故事 是用 歌舞劇的形式表現出來 就是重新 又將我這個見證 換另外一個format 又希望再 present多一次 就是會有人 飾演你太太 這樣 我未定 但是我是說 用一個女人的觀點 我是說一個女人 就是在娛樂圈的男人旁邊 那個女人 她怎麼做呢 如果任我 約一個人 現在可以出來聊天 我是想約我爸爸出來聊天 就是我知道我爸爸 都不容易的 但是他從來沒有跟我說過 我只知道他 一天上兩份工作 整天笑 哈哈哈哈 很樂觀一個人 我想學一下 怎樣可以做到你